什么 你要撤 对对对 我想撤 你们的案件是公司案件 可不是说撤就能撤的 警官 这个项链肯定不是五十一偷的 就算中间有误会 那也是另有七人 不可能是十一 你过去了解一下相细情况 你说得对 确实另有七人 抓到了吗 我们的民警根据已有的线索 调取了周围的监控 将怀疑对象 放在了王玛丽身上 我们的便衣民警 刚去接上门调查的 王玛丽的时候 她正戴着这条项链 准备出门 这款项链的每一个卡口处 都刻有一个数字 也就是她的身份证明吧 我们对王玛丽的那条项链 刚才已经进行了检查 就是你丢失的那条 方路 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吗 现在找到了 找到了 在哪里找到的 在哪里找到的 十一姐 十一姐 你跟他们说一下 他原谅我好不好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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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我不懂事儿叔年纪小我太人气了 我再也不敢了 让他们原谅我 我不懂 方路 现在需要你配合我们做个笔录 后绝哥哥 我们这算是过来自首的吧 那自首是不是就没什么事情了 自首 自首有没有事儿我说了不算呢 方路 方路 那怎么 你跟我们去做个笔录吧 方路 走吧 你先配合警官调查啊 走吧 我 对不起啊 这几天委屈你了 你倒什么欠言啊 又不是你的问题 这不也是因我而起吗 方路和我马力 对栽赃诬陷五十一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两人的供述 基本一致 谢谢 谢谢你们的工作 还我一个公道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你提供的线索为我们破案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也应该感谢你 警官 那他们两个今天就要关在这儿了吗 除非有合适的人 愿意为他们取保候审